那个今天是新的一个月的开始啊 真的很快 也是新的季度的开始 2020年二季度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时光飞逝啊 真的 我们去闪合一家这个学校 看到了这个学生们是吧 就打球呀 就感觉到特别的羡慕 特别羡慕 起码我是那样的 起码我是那样的 想想要是上学的时候 好好学一学是不是 倒不是说也不至于这样啊 而是说可能在职业发展上啊 什么就会更好一些 但是转念一想就是 羡慕归羡慕吧 是吧 毕竟这个时光不能倒流啊 起码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 时光是不能在倒流的 就想办法争取好 现在的每一天吧 是吧 就是这个道理 真的是 因为今天还在学校 还在学校 所以挺有感触的 真挺有感触的 因为一晃也好多年了 毕业好多年了 确实是 倒不是怀念那段时间的无忧无虑吧 而是 确实是感觉 尤其浪费 因为当时也不是太懂 不是太懂 说这个学习到底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意义啊 如果懂的话 哪怕那时候把这英语好好学去也行 是吧 你要老说这个 专业课没啥用 是吧 天开啊 什么 但你英语好好学学 有那么几年时间 肯定英语 已经呱呱叫了 是不是 但是现在的英语 这个时候还要天天学 天天学 也挺辛苦的 所以 怎么说呢 还是从现在开始呗 就把它好好地利用起来 每一分每一秒 上周31号有个消息啊 就说要出成 结果没出啊 所以说 但是确实是有些人啊 确实是有 能搞到一些这个内幕啊 或者考试的时间啊 什么 包括 就包括那个 就我们那年的考试啊 因为在疫情期间受影响了 哎 有人就说 31号 12月31号和1月1号考试 结果真的就考试了 所以 这个你 不可信其由 无啊 你可以 稍微的信其由啊 当然上周确实 最后没有出成绩啊 没有出成绩啊 没有出成绩 估计大概率 这个 这周啊 就今天啊 明天啊 应该也就 能查了 因为上次考试也差不多 30天左右 现在不用吃了五天了 也会在笑了 刚刚的了 当然我也理解 就是 参加考试的 就是大家的心情 尤其是 第一次考 尤其第一次就考五课 就是因为 如果你五课都过的话 意味着你大概有个两个月左右时间 三个月左右时间 你能够正式重业了 是吧 嗯 如果说 差了一课 就特别麻烦 当然现在好多了 现在是 今年是 一年三考 明年如果 这一年四考的话 那 其实 还好一些 是吧 可能耽误几个月时间 嗯 嗯 但是 实时求是讲啊 就是这个 对成年人来说 这个时间非常宝贵 你这耽误几个月 那耽误几个月 确实就 不叫啥了 但是呢 嗯 说归说啊 就跟这个在学校一样啊 只是感受一下 每天好像该干啥 还办啥 是吧 该刷手机 还刷手机 该没学习 还没学习 其实很难 人很难改变 嗯 所以还是那句话吧 我们把握住每一天啊 好好的去 嗯 去调整 好好的去调整 所以今天 今天是 新的一个季度啊 新的一个月啊 新的一个周啊 新的一个天的开始 所以 还是和大家一起 共同勉励吧 共勉啊 因为现在我们还有项目 在 呃 在做财务类的一些学习 财务类的一个学习啊 我也准备把它做成一个课程啊 做成一个项目 嗯 顾不来吧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 自己的目标 是吧 当然我也希望 大家的目标能实现 嗯 好吧 现在确实 没什么可说的 我们就等成绩呗 是吧 成绩出来 呃 我们再推进下一步的项目 啊 或者是现在成绩没有出来 你去英语没有问题吧 是吧 那英语确实 呃 在各个行业还是挺重要 尽管你 短时间内 可能看不到它的一个回报 或者收益 但是它中有一天 就是会给你带来 很大的这种 这种 所谓的bonus 对吧 bonus 这个回报的 啊 因为今天周一啊 就都 赶紧工作啊 好 那个我们再 再录一个这个 关于我们这个 复习体系啊 也就是复习课程的一个宣传篇吧 嗯 因为隔几天我就会更新一下 因为我们课程在 不断的去调整 不断的更新啊 所以我们这个 呃 学传视频啊 也会持续的更新 嗯 是这样啊 因为目前我们只招收这个 呃 一次过五科的学员啊 或者一次去报五科的学员 嗯 一次报一科两科的我们目前是不招收了 呃 交成一种复习体系啊 我们把五科的界限 我们把它去 呃 去把它拆掉 我们在整个的课程复习中啊 就把它用一体化的思维 这种一体化的思维有什么好处呢 呃 还是咱们说的 因为咱们这个 复习啊 或者去报名辅导课程 就是为了通过考试啊 并且 我一直强调什么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考试啊 我们不要更应该是高校通过考试 是吧 啊 你一个考试就考个半年一年 是吧 考个这个两年三年 没什么意义 啊 哪怕说现在这个协会的这个 呃 考试的次数增加了 是吧 但是你 呃 你要想到啊 就每一次的考试啊 其实就是每一次的竞争 每一次的竞争 你总比别人晚 那么个两个月 三个月是吧 啊 日积月累 你比别人晚的可能就十年八年的时间 啊 所以还是那句话 呃 指针朝夕啊 我们既然做啊 我们就一次就把它做完 把它做好 啊 在整个的 呃 因为审核员的考入这个人 审核员的这个考试啊 他只是呃 审核员这个行业竞争的一部分啊 或者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门槛 如果说你再入这个门槛的时候 就已经比别人慢慢拍了 是吧 那你之后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啊 就是道理啊 呃 所以我们现在的课程啊 也就非常坚决啊 非常果断的啊 我们只招这个呃 一次过五课啊 一次想考五课这样的学员 呃 所以 还是那句话吧 啊 我们 呃 努力啊 努力就把这个速度啊 提起来 把效率让它更快 我觉得只有这样啊 才能去 呃 更好的适应这个快速发展时代啊 否则的话 呃 被时代淘汰啊 或者被时代抛弃啊 这是时间的问题 呃 我们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课程啊 或者对这个体系啊 呃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这个微信是我自己的个人微信 呃 你可以啊 问一些 咨询一些这个 课程相关的问题啊 但如果不是那个 课程相关的问题啊 就是 是这样的 因为 呃 有人加了我啊 他也不是为了报名啊 也不是为了 呃 参加课程啊 或者参加我们的复习背后体系啊 呃 他更多的是 呃 为了问一些问题啊 你说 问我问题啊 我又不能回答啊 甚至求着讲啊 我又不能说不答 是不是 不答的话 你肯定觉得 呃 这个李老师怎么 是这样这样 是吧 不好 呃 所以我们又建了一个公益讲座的QQ群 啊 这个如果说你有什么 关于注册场上考试 呃 考试啊 或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你可以加到这个QQ群里啊 我每周 目前我的进度是每周都会有公益讲座 你在公益讲座上问 呃 呃 你不要什么问题都来 呃 加我的微信啊 然后问栏文区啊 说实话 我目前走的经历是在这个 课程的学员身上啊 我没有那个经历去 呃 回答你那么多的问题 你可以加个公益讲座的QQ群 来问我 呃 报名就是我刚才那个 呃 哎 大概就这个 这样一个 呃 一个安排吧 呃 别的也没有什么 还是这句话 就不管你报个报名课程啊 不管你跟随学 加快速度 当然还是那句话 呃 报名我们的课程啊 肯定会让你节约非常方非常多的时间啊 时间其实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对吧 就这个道理啊 当然还是那句话 餐厅人没有办法去教育 呃 只能去挑选 呃 我们的课程其实也是挑选 呃 最优秀的 就是整个 整个行业里可以说的最优秀的学员 就这样的道理